我叫李小童 你可以叫我小童 我今年33岁 然后我是2018年的时候 就是单位体检 检查出癌 乳腺里面有一个结解 后续根据一些检查 就是确诊了是乳腺癌 然后现在已经是术后两年 中国的这个体态是非常大的 真正有商业保险的人 其实是很少的一部分 因为收入的问题吧 就完全没有去考虑我商业保险的 一共拿到了40万元的护注金 这个护注金就是对于治疗来说 就是完全可以足够的手术费用 还有后续的这个费用 我是在这个2015年的时候 我是就是留意到 其实这个中国的保险 其实还是在围绕这个中产家庭 以及中产家庭以上的这个家庭 在服务的 就是其实中国很缺乏的是什么呢 缺乏的是普惠保险 就真正能够保障这些这个蓝领 或者其他中低收入的这些人的这个保险 其实我是觉得 这个用互联网的方式做普惠保险 还是一个很有机会的事情 并且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于是我就是在16年的1月的时候 决定要做这个 这个互联网的普惠保险 这个互联网的方式 其实我们希望的是说 我们是在确保自己健康 和持续发展的情况下 能够承担更多的这个社会责任 能够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 我家里面是给我儿子 还有我老公 还有爸爸妈妈 全部都加入了水滴的这个互职计划 然后他们四个人的 这个分摊费用 每年也就合三四百块钱吧 就是这四个人一共 才花费三四百元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就是中国所有家庭 都可以接受的价格 请多多多多多一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